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食物的变化最终形成了现在的牙齿结构 每一颗牙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作用 一旦出现问题便会带来诸多不便 面对乳影随形的各种牙齿问题 人们又会如何解决呢 牙齿是我们人体最坚硬的部分 但是你说这牙有多硬呢 可能不太好形容啊 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可能就基本明了了 在物理界当中呢 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常见自然界矿物硬度排名 也就是魔式硬度 最硬是什么矿石呢 钻石 钻石的硬度是石 最软的是什么 石墨硬度为一 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成年人的牙幼稚 就是牙的外表面吧 这个硬度是多少呢 五 在自然界矿物之中能排到中间 比金子 白银 铁 钢都要硬一些 虽然牙齿非常硬啊 但是这个牙又特别容易生病 咱们都不用说啊 长虫牙就单单一个智齿来说 哎呦就让多少人充满了恐惧感 你像我 就是典型的属于 智齿都长全了 但是绝对不按照规矩给你长 我还出现了智齿横生 这拔牙的时候太要命了 我到现在吧 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砍牙 每次到了牙科医生的门前 我都会群寻徘徊好久 因为我一听到牙钻 哗响起的声 我就特别害怕 我害怕我自己拿舌头会舔到牙钻 我问了一下 好多人呢 都有这种恐惧感 甚至在牙医当中都说呢 这叫牙医恐惧症 它是一种心理上的不良暗示 其实在我们现在啊 良好的医学标准之下 实际上很多时候对牙齿的治疗 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痛苦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惧怕看牙呢 就是因为牙一旦疼起来真的是要命啊 那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牙齿 从史前文明到近代文明 在人类在人类历史漫长的眼镜过程中 牙痛也如影随形 甚至可以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牙痛 在如今医学科技发达的年代 人们都谈牙痛色变 那么在科技尚未昌明 没有消炎药 止痛药 麻醉剂的古代 人类又是如何认识牙齿 治疗牙痛的呢 牙齿虽然是我们人身上 最坚硬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为每天我们需要进食 需要使用到它 所以就会遭到强烈的磨损 在这种情形之下 再加上有的时候不太注意口腔卫生 以及外伤或者其他疾病的影响 牙病始终是伴随着我们终身而存在的 那么在古人的认知当中 这个牙疼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给我们展示的是 殷虚当中发现的一个甲骨碎片 有的学者对于上面的符号的试读就认为 这个就是曲齿的曲字 为什么这么理解呢 我们来看一下 学者们认为这个方块 它代表了一个人大张的嘴 极其痛苦 而那些上下排列着的小方块 代表的就是人的牙齿 在大方块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符号 这个符号就代表了虫子 这就是曲齿的曲 也就是说呢 在那个时候 这个牙疼已经是很让人恼怒了 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 这是什么 这是虫子在作碎 哪怕是到了近现代啊 还有很多人都认为牙疼就是虫子在作怪 你像过去走江湖卖艺卖野药的人当中 就有一类啊所谓的牙医 这些牙医给人看诊的时候是怎么看呢 在街面上找一个热闹的地方 织上一块大红布铺上自己的摊子 有的呢还要摆上各种各样的工具 让你一看 这是一正经牙医啊 它怎么证明自己是牙医呢 它要给你显示一大串各种各样的牙齿 告诉你说 你看了没有 这都是我亲手给人拔出来的 还会告诉你说 知道你的牙为什么疼啊 因为长了虫子 让你往那一坐 像模像样的 给你拿这个工具 在牙里面啊 来回地找找找 过一会儿还真能找出一条虫子来 其实啊 这就有点类似于魔术变系法的手法 事先手里藏好了虫子 然后给你展现出来 告诉你说 看到吗 你的虫子已经被我给拔出来了 放心吧 以后牙不疼了 可是啊 被找出虫子的这位 没多久就发现 不对啊 这虫子都挑出来了 怎么我脸还皱着 这牙还这么疼啊 不行 我还得找这人去 找到了这位江湖大夫 他就会告诉你说了 虫子是拔了 但你这牙坏了 里面还有更多呢 这么这 我把你这牙给你拔掉 你就不疼了 这么一来 就收你二回钱了 这是过去 在我们对于医疗知识 还不是很了解的情形之下 江湖上的一种骗术 但是牙上长虫这个概念 真的是根深蒂固啊 想一想 小的时候我们贪吃 尤其喜欢吃糖啊 家长会怎么说呢 别吃糖了 少吃点糖吧 再吃糖 你牙上长虫了 咬你牙 你看了没有 哪怕父母都知道 这取齿不是虫子在咬我们 但是跟孩子讲的时候 还是用虫牙虫牙这个概念 来给我们提醒 其实不仅仅我们有这样的说法 走遍世界各地 从古至今你看一下吧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牙为什么会长多 就是因为有虫子钻进去了 要不怎么会有蛀牙这个词呢 牙痛是因为牙齿里有虫子 可以说是古今中外 人类对于牙痛最普遍 也是历史最久的一种解释了 尽管没有人可以讲清楚 牙虫的模样 但是很多人相信 所有牙痛的人 都是因为牙虫 在牙齿内部住了一个洞 每当牙虫蠕动 或啃咬牙齿的时候 人们就会疼痛难忍 直到牙虫睡着为止 当然 除了牙虫的解释 还有人认为牙痛是恶魔在作祟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 牙痛最先面临的问题 就是怎么缓解和治疗疼痛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可以算是古埃及时期 最早被记录的牙医了 考古人员在古埃及的一个墓室内 发现了五个墓板 上面画着一些画像 还有一些象形文字 大概的意思就是 这里埋葬的是最伟大的牙医 由此可见 古埃及那个时代 人们不仅仅是被牙病困扰 而且已经诞生了牙医 这个职业了 现在有部分学者认为 埃及人为什么会经常性地 出现牙齿方面的疾病呢 跟他们的饮食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在当时修筑金字塔的这些工匠 他们每日领到的薪水是什么呢 是当时的啤酒和烤制的面包 那么这种面包是用面粉制成的 但是把麦粒变成面粉的过程当中呢 用的是原始的石墨 是直接在粗糙的石头上研磨的 过程当中难免就混入很多的砂石 这样在咀嚼食物的过程当中 这些粗粒的砂石就会造成牙齿的磨损 而当时呢 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牙齿的清洁方式 长期使用这种面包 再加上原始发酵的啤酒 久而久之 就会腐蚀牙齿 对牙齿带来很大的磨损 这样牙病就不可避免了 对埃及法老木乃伊的研究显示 几乎所有法老都被牙病折磨 很有可能正是这些 经过粗加工的面食中的大量小实力 它使得牙齿上的幼质被逐渐磨去 作为牙齿中最坚硬的部分 牙幼质就像一个保护层 保护着牙齿的其他组织 失去了牙幼质的保护 口腔中的细菌很容易就会冲破牙齿防线 直达牙髓 一旦细菌侵入到牙髓 牙齿问题就会变得严重 甚至导致牙齿脱落 古人面对疾病的时候 虽然没有办法像我们如今一样 做详细的检查判断病因 但是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减轻病痛 尤其是疼痛对他们的折磨 牙科治疗方面当时有什么好办法呢 有一些办法现在想想还是颇有些道理的 比如说人们在检查古埃及人遗留的木乃伊的时候 经过扫描发现 在一些木乃伊的牙齿当中 就找到了这种取齿的牙洞 可是里面是塞有亚麻布团的 经过后期分析发现 这些亚麻布团往往包裹着一些药物 或者是用药物浸透了之后放入的 其实想一想这个方法 跟我们现在的一些牙病治疗 还是有比较接近的地方 比如当我们的牙齿实在是烂得不行了 牙神经外露 碰着什么东西都会觉得疼的时候 赶紧到医院去看 人家要给我们做根管治疗 先帮助我们把这颗牙齿里面的各种脏东西清洗掉 然后把牙神经拔除 再给你安上氧化新加以填埋 这么过上一段时间呢 我们再去补牙 这颗牙呢也就算是啊还不错 不会再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痛苦了 这个其实呢就是借助这种填埋的方式 一个呢帮助我们啊 可以阻挡外部污染物的进入 另一方面呢就可以让我们啊 这颗牙还能够继续使用 想一想跟古埃及人的这个方法呢 还是有那么一点渊源关系的 除此之外啊 古埃及人呢还会使用一些草药和蜂蜜 混合在一起 加热之后呢把这种黏糊糊的东西 糊在疼痛的牙齿之上 借助这种方式呢 希望把牙虫能够从牙齿当中赶出来 现在分析啊 倘若药物用对了的话 也许可以起到清洁杀菌乃至阵痛的作用 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真的不太了解 1862年德国考古学家乔治·埃博斯 在一具木乃伊的大腿骨尖 发现了写于公元前1500年的 埃博斯指缩草书 里面讲述了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 到公元前1500年的 古埃及医疗知识和牙科知识 治疗手段包括打石膏 竖口 咀嚼 念咒语等等 可见呢 古埃及人的牙齿生病 是一个多么常见的现象了 这其中有一些方法 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 不仅仅是匪所思了 是实在是有点恶心 有一种针对牙银萎缩 和使牙银再生的黑暗料理法 说的是什么呢 烹煮妇人的血液 把它掺进油中 然后杀死一只盐鼠 烹煮 挤干水放入油中 然后与掺有牛奶的驴粪 混合在一起 念着合适的咒语 把这些混合物涂抹在幻处 这种奇怪的方子 一定治不好病 搞不好还能要人命 这些方法听上去实在是太荒诞了 但是也可以理解 埃博斯只说草书的发现 丰富了人们对古埃及牙医学的认识 但是人们始终没有找到 治疗牙痛行之有效的方法 人类早期对牙齿的治疗始终在怪诞与理性的交错中进行着 那些难以忍受的疼痛不断促使着人们尝试更多重口味的治疗方法 但也都一一失败 终于人类想了个狠招 就是将疼的牙齿彻底拔掉 但是在那个没有专门拔牙工具的时代 这牙到底是如何拔掉的呢 宣闹的集市里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 这群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一个不值得略显浮夸的临时舞台上 舞台上的人亢奋地演奏着歌曲 并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更多路人的注意 节目过后 音乐骤停 一个戴着华丽帽子 身着华美外衣 脖子上挂着人牙项链的人 昂首挺胸走到了舞台中间 开始自吹自擂的演说 不一会儿 牙痛患者便被吸引到台前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反映欧洲中世纪 街头拔牙匠的这样一张绘画 当时拔牙还不算是医生 把他们称之为是拔牙匠 这些人呢 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一些拔牙的手艺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有啊非常好的口才 在街道之上呢 支个摊子之后就开始吆喝众人 然后给你啊表演 他是如何拔牙的 他们也会啊招揽性地展示啊 各种各样的牙齿 告诉你说 哎 我已经拔下了几千几万颗牙了 而且我拔牙保证一点都不疼 不信 你来试一试 哎 果真有人走上前去试一试 拔完了之后兴奋地对着 所以说真的不疼啊 这个拔牙匠实在是太厉害了 怎么回事呢 怎么可能不疼呢 哎 那一定就是拖呗 这种骗局当时遍布世界各个地方 因为人都会得病 尤其是对于牙病而言呢 人们认为哪儿疼 我把这个疼痛的点消除了 它不就不疼了吗 所以拔牙匠自然而然的也就诞生了 那么在当年这些拔牙匠 他们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 就是走江湖卖艺的人同时客串拔牙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还是这张画 远处 在那个桌子上居然有一只猴 而且这个猴子呢 还在给一个围观者头上找狮子 这好像就在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就是走江湖卖艺的同时 兼职做拔牙匠 拔牙匠 理发师 这些看似于医生不沾边的职业 成为了16世纪牙医的主要代言人 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相对专业的牙科医师了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牙齿疾病的治疗 对当时的整个医学界来说 顶多算是外科手术中的末流 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牙科 一直处在一个非专业人员盛行 自吹自擂的混乱时代 牙医学的痛苦历史这本书中记载到 1665年8月15日至22日 在伦敦的每周死亡人数名单上 记录了5568例死亡事故 其中因牙病缘故而死亡的人数 位居排行榜第五名 几乎占所有死亡人员的十分之一 1683年 列文虎克利用显微镜 发现了微观世界存在的各种微生物之后 人们终于知道了 在地球上 还有人眼看不到的一些微生物的存在 它们与万物共生共存 有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 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增添无尽的烦恼 以及可怕的病痛 显微镜的发明为人类开启了科学研究的新视野 同时也让人类清楚地看到了牙齿上细菌的存在 但在显微镜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对于取齿的研究与治疗并没有因此取得较大突破 直到18世纪一位外科医生的出现 不但揭穿了许多江湖拔牙匠的牙虫拔戏 同时也促使了牙医学开始慢慢走向专业化 科学化 牙齿虽是人体最坚硬的部分 但却也十分容易生病 对取齿牙痛等牙科疾病 早期人类大多都有着相同的认知 大多认为牙痛实际上是牙虫在作祟 面对牙齿上的各种疾病 早期人们也尝试了不少治疗方法 祈祷 念咒 用护身符加持 以及涂抹各种匪夷所思的药方等 但始终没有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 随着牙痛人数的不断增加 一种号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牙痛的方法开始盛行 就是将牙齿彻底拔掉 也因此 拔牙匠 理发师 这些看似于医生不沾边的职业 成为了16世纪牙医的主要代言人 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牙科 一直处在一个非专业人员盛行的混乱时代 直到18世纪 一位外科医生的出现 牙医学开始走向正轨 这位将牙医学推向科学化专业化的人 就是法国牙医皮埃尔福查德 他被后人尊称为现代牙医学之父 1728年年届50的福查德出版了 倾注自己多年心血的专业著作 外科牙医学 他将西方所有与牙医相关的资料 系统性的整理 几乎涵盖了整个牙医学的范畴 不仅如此 在这本书当中 他还通过对口腔的详细观察 明确反对牙虫的说法 并宣称说 不管是肉眼还是在显微镜下 他都没有看到所谓的牙虫 与此同时 他也改善了一些牙医在给病人 拔牙时候应该注意到的地方 比如说他认为 病人不应该坐在地板上 或者随便找一把椅子 而是应该坐在稳定坚固 并且有舒服把守的椅子上 在椅背处更应该有一个软疹 可以依据病人的身材调整上下 特别可以针对牙医的身高 来做适当的调整 这样更加便于医生来给病人进行治疗 皮埃尔·弗查德出版的牙医学专著 以及关于牙医学的教学方法 奠定了现代牙医学的基础 他还将牙科从外科中独立出来 成为专业的学术性科学 不仅如此 弗查德更是对原始外科工具 以及牙科器械做了显著的改进 正是在这位现代牙医学之父 弗查德之后牙科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 前面我已经讲过 我其实特别害怕去看牙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这个牙出了毛病 你还不得不看 就拿长智齿这个事来说吧 我不仅仅长智齿长全了 四颗都有 而且呢 还有一颗是智齿横生 顶得前面的牙呀 都开始变形了 而且呢 这个智齿横生之后呢 会经常性的发炎 特别的疼 没办法 最后呢 硬着头皮到医院去看 牙医很和善 他告诉我说呢 你这个牙呀需要拔 但是在给我上了麻药 拔了几次之后发现 不行啊 我看那个大夫一头大汗 说你这个牙呀 牙根实在是太深了 而且完全弯了过来 我一个人可能不行 咱们这么着 把你这个牙给劈开 哎呦 我当时一听劈开 拿什么劈 踩刀吗 他说不不不不 找一个枣子 然后拿一锤子给你 把它砸成两半 我再给扒下来 哦 我说行行行 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护士就登场了 小护士笑眠一 两只手藏在背后 我说不行 你把手量带给我看看 你牙的是什么 他说道演没什么 就是一个锤子和一个枣子 我一看果真如此啊 但是我当时啊 就有点害怕 这么大的东西 搁嘴里当当当 砸两下 这谁受得了啊 我说你能不能先敲一锤 让我感受一下啊 小护士就说 没问题 你来试一试 棒 不疼吧 我说不疼 你再试试 棒 又一下 哎 我说挺好啊 转瞬之间 我就发现啊 他的眼中射出两道冷光 然后迅速抡起手中的锤子 哒 就一下 咔 我这个牙 就碎成了两瓣 然后医生 就给我拔下来了 我当时就问那小护士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不说试一试吗 他说 如果我这时候告诉你 我真要早的话 像你这么紧张的病人 你可能直接把自己嘴咬上了 搞不好 我一锤下去 你门牙就没了 现在回想起来 给大家一分享啊 真的都跟听笑话一样 但是真的 很多人呢 确确实实 对于拔牙也好 看牙也好 充满了恐惧感 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 在现代这种各种麻醉药品的帮助之下 很多时候 我们拔牙 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痛苦 那说起来呢 这事还真得感谢好几个人 在历史当中做的贡献 1772年 氧气的发现者 英国化学家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 发现了笑气 普里斯特利发现 吸入笑气后 人会处在一种 笑容满面的状态 甚至有人还会笑得歇斯底里 现在我们都知道 吸食笑气属于违法行为 笑气虽不在我国规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官 1844年 在一次例行的笑气表演当中 有一位年轻人吸入了笑气之后 异常兴奋 不停地在那里跳上跳下的 进入到了一种癫狂状态 结果不小心摔倒在了一张椅子上 腿上就划了一个大口子 按道理说 这个时候 正常人都应该是疼得呲牙咧嘴 但这个人却若无其事 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在那里发疯 此情此景就让台下围观的一个人 有了一个想法 难道这种气体 可以让人失去对痛的感知吗 这个人是美国牙医霍勒斯·威尔士 他在看了这场表演之后就觉得 既然身上滑了一道大口子 鲜血淋漓 人都感觉不到疼 那是不是我们拔牙的时候 让人吸点笑气 拔牙就不疼了呢 正好他自己智齿发炎了 于是就做了实验 吸了足够多的笑气 然后让他的助手帮他把智齿拔了下来 这一试完他自己就非常兴奋 回忆说 拔牙的时候真的没有任何的痛感 他高兴地宣称 拔牙的新时代到来了 这个简单的实验就成为了牙科医学史上里程碑时的时刻 有了如此大的发现 威尔士就决定在公众面前进行笑气麻醉表演 但没有想到在公开展示那天出了岔子 那这次公开的演示出了什么岔子呢 就是这个病人似乎没有被笑气给麻倒 这里面的因素可就多了去了 这个人是不是对笑气耐受 或者说笑气的纯度够不够 吸入的量够不够大等等 都可能导致出现这种结果 总而言之 就是威尔士给他吸入的笑气 没有在这个人身上充分地体现麻醉效果 所以在拔牙的时候 这个人还是表现出了不可耐受的疼痛的痛苦样子 因此手术失败 展示也以失败告终 所有的人都在大骂威尔士是个骗子 因为笑气表演的失败 威尔士遭受了重大打击 从此放弃了对麻醉药物的研究 然而曾经与威尔士合作的莫顿医生 却走上了与他相反的路 继续着麻醉药物的探索之路 并最终找到了乙迷 1846年 莫顿成功地用乙迷 为病人拔除了一颗坏牙 然而和笑气一样 不是每一粒吸入乙迷进行的麻醉尝试都会成功 许多年后 医生和学者们才建立了麻醉的规范流程 并确定了使用剂量 为了对抗牙痛 牙医们误打误撞地 竟走在了麻醉的最前沿 麻醉的研究始终不会停止 同样 人类也在一直不停地对抗着各种牙病 虽然可以无痛拔牙了 但取齿和因他而出现的牙齿缺损 同样也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 牙齿一旦坏了 要么被拔去 要么自己慢慢地烂掉 这么一来的话 就会影响到人的正常生活 首先第一点 没有办法好好吃饭了 第二点呢 有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仪表 当我们的牙齿完全脱落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的脸都扁了下来了 很不好看 在这种情形之下 很早之前呢 假牙就诞生了 假牙不是现在才有的 早在公元前七百年的时候 罗马人就已经开始制作假牙了 当然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 为什么呢 用黄金来做假牙的巧托 用动物的骨骼制作牙齿 后来呢 人们慢慢地又开始用黄金 来填充牙洞 像这种办法呢 也有几个世纪了 只不过呢 早期的假牙呢 大概率呢 只能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 吃饭的时候 估计还是不太好用的 到了18世纪初 假牙再次出现的时候 材料就更加丰富了 出现了骨头 象牙 贵金属制品 那个时候呢 也是通常有钱有地位的人 才能获得假牙 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当中 作者马尔克斯就写过这样一段故事 大意是呢 男主人公的叔叔 是个爱标高音的 内核航运巨头公司的董事长 他早已拔掉了自己所有的牙齿 换成了假牙 因为害怕 自己啊 隐行高歌的时候 这个假牙会喷出去 他总是另外多准备一副 而这位男主人呢 也是在中年的时候 因为牙疼直接拔掉了满口牙 从此跟他的叔叔一样 戴上了一口假牙 可见呢 假牙曾经一度 作为一种时尚流行者 也是一种太奇怪的审美了 现代牙医学之父 皮埃尔·弗查德出版的 牙医学专著 以及关于牙医学的改良 奠定了现代牙医学的基础 牙科研究得以迅速发展 1844年 一场校企表演 令牙医威尔士受到启发 以自己为实验对象 完成了人类第一次 无痛拔牙 但遗憾的是 在接下来的展示表演中 威尔士已失败告终 并最终放弃了 对麻醉药物的研究 而曾经与威尔士 合作过的莫顿医生 继续着麻醉药物的探索之路 并最终找到了乙迷 虽然可以无痛拔牙了 但曲齿和因他而出现的牙齿缺损 同样也是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 为了满足功能性和美观的需要 假牙也迎来了自己的市场 虽然 18世纪初 只有贵族或有钱人 才能佩戴得起假牙 而且假牙一度非常流行 但这对当时的佩戴者来说 却并非享受 以乔治华盛顿为例 他一生都饱受牙齿问题的困扰 虽然找了最好的牙衣 佩戴了满口假牙 但当时为了将假牙固定在口中 会在上下两排假牙之间 加两根弹簧 但是由于工艺的限制 牙脱的表面平坦 无法覆盖牙床 而用来压紧牙床的弹簧 会出现向后弯曲的现象 这导致有时候 华盛顿说着话 假牙就会突然被喷出来 令它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因此 华盛顿绝大多数时间 都会选择紧闭牙关 这在它的晚年画像中 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这种弹簧假牙 在使用的时候一定得小心 因为一旦你打一个格 打个喷嚏 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 它可能都会喷出来 公共场合直接射死 更难过的是 从戴上这个假牙开始 你的嘴巴就得天天忍受着 它的折磨 含有这种金属质的弹簧 一定会对口腔的软组织 带来伤害 只要说话 只要动嘴就会摩擦 口腔溃疡出血等等 诸多的疾病都会存在 步入老年的华盛顿 就在给自己的牙医 约翰格林伍德的信当中抱怨说 你这个假牙虽然能够解决我一定的问题 但是它迫使我的嘴唇外翻 看起来就好像我的嘴肿起来一样 同时在那个时代 清理假牙 人们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所以经常使用之后呢 就存在一个问题 细菌 甭管是有氧的无氧的都会在其中滋生 而且呢 往往是使用动物的骨骼或者牙齿 慢慢地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口臭很严重 为了让自己戴上假牙之后 不至于一张嘴就把别人熏跑了 人们就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华盛顿就喜欢把自己的假牙 泡在葡萄酒里去味 但是时间一长啊 牙托就染色变得黑乎乎了 这种利用动物骨骼制作的假牙 出现的恶臭 是每一个使用者最为头疼的问题 法国有一个药剂师叫亚里克西斯 他也是戴上了这样一口假牙 除了要面对恶臭的气味之外 因为经常还要尝试各种药品 亲自去尝一尝 他的假牙也会被染得五颜六色 一张嘴能吓人一跳 所以他就在想 能不能制造出一种既不会带来恶臭 同时也不会染色 而非常接近于天然牙齿的假牙呢 可是该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材料呢 亚里克西斯发现 他研磨药物使 使用的研波 虽然经常接触各种化学物质 但是却并不会被染色 可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 原来 这研波是使用当时欧洲的一种新型材料 陶瓷制作的 那时陶瓷刚刚传入欧洲不久 欧洲人在中国陶瓷的基础上 发明了白色瓷器 他能以液体的形式筑膜成绩 这一特性使他得以大规模生产 而这个特点也正是假牙制作所需要的 陶瓷表面有一层幼质 可以防水 同时以化学物质的侵蚀而腐烂或者变色 如果做一副瓷质的假牙 不就既可以避免腐蚀 也可以解决染色的困扰了吗 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可是当亚利克西斯真正开始打造这副假牙的时候 却发现 给牙齿上钥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的造牙计划失败了 给粘土制作的牙齿上钥 可以保证它可以长时间地使用 但上钥真的是一个技术活 一般人不经过练习是掌握不了的 亚利克西斯为此还专门去找那些 烧造陶瓷的工匠学习这门手艺 最终他和另外一名叫尼古拉斯·彻门特的牙衣 共同制作出来了一副陶土假牙 1774年 他俩烧造出来的这副假牙 首先就给亚利克西斯使用了 这副假牙连底座都调制了 颜色更加接近于人的牙齿的本色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但十几年后 两个人却因为假牙的问题 打起了官司 1787年 亚利克西斯一纸诉状将彻门特告上了法庭 原因就是彻门特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份假牙的专利 可是亚利克西斯却认为 陶瓷牙的创意来自于他 这个专利应该有他的一份功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 原来早在13年前 也就是1774年 他们合作烧制出了一副假牙 但是由于配方并不完善 在烧制中经常会出现假牙收缩的问题 而且成品牙还会出现碎屑多的毛病 并且非常容易破裂 很快 亚利克西斯就放弃了研究 而彻门特却坚持了下来 继续研究陶瓷牙的烧制 他花费了13年的时间来改变配方 结果发现 硅酸盐的加入 可以改善烧制中的收缩问题 并在1787年申请专利 没想到 却被老朋友亚利克西斯告上了法题 不过亚利克西斯并没有赢得官司 1791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亲自授予彻门特发明专利 然而这份专利 却没有为彻门特带来任何财富 因为法国大革命很快就爆发了 1792年 为了逃避法国大革命 彻门特跑到英国 并在那里获得了一项 维奇14年的独家制造专利 同时他也碰到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 维奇伍德 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成功企业家 维奇伍德研究出了陶瓷流水线生产模式 工业化大生产 使维奇伍德陶瓷迅速占据了英国市场 同时也为彻门特大量生产陶瓷甲芽提供了条件 他们开始批量生产甲芽 到1804年的时候 彻门特已经制作了一万两千颗甲芽 彻门特的这个发明啊 非常受大众的欢迎 使用者再也不用担心口气熏人了 不过用起来之后还是有问题的 陶瓷质地太脆容易崩坏 另外呢颜色太直接了 白得吓人 当时人们的牙齿普遍不好 一般人咧嘴一笑或者说话的时候 你看到呢都是大黑牙大黄牙 偏偏这个人冲你一笑 露出一口傻白傻白的牙齿 这不就是外舞吗 这不让所有人的焦点 关注的眼神都集中在他的牙上吗 这多尴尬呀对不对 所以这种假牙也不理想 那么有没有特别好的牙 很自然又不会被损坏 不会引发口臭呢 有啊那就是真牙呀 因此当时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 很可怕的现象 生活无着落的人 窘迫的生活逼迫他们 出卖自己身上的一切 从头发到牙齿 虽然假牙一度十分流行 但对当时的佩戴者来说 却并不友好 为了将假牙固定在口中 当时的人们会在上下两排假牙之间 加两根弹簧 但这种弹簧假牙 不仅会在佩戴者张口说话 或大笑时不小心被喷出来 而且还会摩擦口腔组织 对口腔造成一定的伤害 然而这种假牙的问题 并不仅仅出现在弹簧上 制作假牙的材料 也存在很大问题 当时人们大多用动物骨骼 制作假牙 时间长了 这种假牙会滋生细菌 造成严重的口臭 而且还极易被染色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药剂师亚历克西斯与牙医 彻门特 共同制作了一种陶瓷假牙 这种假牙经过彻门特的改进 也开始了批量生产 但这种假牙也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质地太脆 容易崩坏 而且颜色太白 不太自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 针牙贩卖生意出现 一些生活无所着陋的穷人 开始出卖自己的牙齿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画 就是1787年 英国画家托马斯·罗兰森画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 坐在中间的那个人 明显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衣桌上都可以判断得出来 而牙医正在拔出她的健康牙齿 提供给右边的那位贵妇人使用 而门边离开房间的两个年轻女孩 正在抚摸着自己的脸 数着卖牙的收入 想一想 类似的情形 我们是不是在一部小说当中看过 《悲惨世界》当中的方厅 不就是因为实在太穷 出卖了自己的头发 甚至还卖掉了自己的牙齿吗 如果不是生活所迫 像方厅这样的女孩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幅画作当中的人 怎么会去出售自己的牙齿呢 可就算是有穷人愿意卖牙 需求量也远远得不到满足 于是很快 裂牙者这个卑劣的职业就出现了 这些人从无名的尸身上拔牙 尸体的来源要么是刑场 要么就是依靠偷坟掘墓 但就算是如此 也没办法满足人们对于假牙的需求 那怎么办呢 从哪去寻找牙齿的来源呢 战场当中 1815年 滑铁卢之战当中法军大败 战场上留下了五万多具尸体 裂牙者狂欢起来 他们拔下了数不清的牙齿 这些裂牙者从战场当中 得到了多少颗人的牙齿呢 英语当中有专有名词 滑铁卢牙 就是用来形容这一时期 丰富 年轻 健康的牙齿来源 在接下来的好几十年间 人们都趋之若鹜地 用那些死在战场上的士兵的牙 替换自己本身的烂牙 阿斯特里库珀 是19世纪早期 伦敦的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他一直从一批盗墓者手中购买尸体 而这些经历 在他直字撰写的 《阿斯特里库珀生平世纪》一书中 有所记载 书中是这样记述的 仅靠出售牙齿所得 就足以与道师掘墓 这一行的风险和麻烦相抵了 但是即便这样 获得的牙齿数量还是太少 然而很快战争改变了这个现状 真正的牙齿金矿在战场 在那里大量年轻健康的士兵阵亡 这是牙齿能够源源不断的工艺 《阿斯特里库珀生平世纪》中 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跟口腔的贴合度还有使用效果 虽然制造假牙的材料在不断变化 它的积托也从合金质地到陶瓷质地转化 但这些材料的牙托都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容易塑形 所以无法跟牙床很好的贴合 只能靠弹簧来固定 但这种固定方法既不方便 也容易出现假牙被喷出来的尴尬场面 还会对口腔造成一定的伤害 牙医们一直都在寻找能够更好的贴合口腔的材料 解决这一问题的 是一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牙医 托马斯·埃文斯早在14岁的时候 就成为费城的一名银匠的学徒 业务之一就是制造牙科工具 这使他对牙科产生了浓厚兴趣 长大之后 埃文斯成为了一名牙医 他不光看牙专业技能高超 个性也很迷人 所以成为欧洲很多国家皇室的重要牙医 皇室的人对假牙的要求特别高 于是他苦苦寻找更好的牙托材料 他发现了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流化橡胶 这是当时的一种新型材料 又轻 弹性又好 还耐用 关键是容易塑形 他试着用它印模做了牙托 并在上面安装了假牙 结果发现这样的全口一尺 即使不加弹簧 也能很好地固定在牙床上 他意识到自己开创了假牙的新时代 利用橡胶制成的牙托 贴合性非常好 不再需要弹簧 人们终于可以在使用假牙的时候 做出各种各样正常的表情 也可以正常地交流吃饭了 而且埃文斯还为流化橡胶的发明者 顾特易制作了一副假牙 顾特易一生都在使用它 埃文斯和顾特易都没有申请过 关于这个发明的专利 所以假牙的价格自然也就能够下来 一套橡胶制作的假牙 大概要花费35美元 这就相当于一个普通人 当时半年的开销了 而一套流化橡胶制作的陶瓷假牙 只需要花费8美元 这么一来的话 假牙总算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拥有它了 不再是只有大富大贵的人可以使用的 一时之间制作假牙的生意变得非常的兴隆 按理说伴随着技术的更迭 硫化橡胶生产技术的成熟 假牙的价格应该越来越便宜才对 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原来在波士顿 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牙医 约翰卡明斯 他发现硫化橡胶假牙 竟然一直没有被申请专利 便在其中看到了商机 他于1855年提出了硫化橡胶假牙的专利申请 但是由于这项技术已经被广泛使用 所以专利局并没有批准 可他并不死心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接二连三的又提交了几次申请 直到1864年 专利局不知为什么突然又颁发给他这项专利 卡明斯立刻把专利卖给了顾特异橡胶假牙公司 凭借专利 公司要求每位牙医必须每年支付45美元的许可费 才能使用这种材料 并且每制作一个假牙都要支付板税 可是这时这项技术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 成千上万的牙医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制作硫化橡胶假牙 于是一场关于硫化橡胶的专利许可之战打响 就在牙医们为硫化橡胶的专利而挣扎抗疫的时候 许多人也开始寻找新的替代材料 终于在1937年 丙烯酸树枝被用在了假牙制作上 透明和没有意味是它最大的优势 同时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人 牙齿和牙银的色调来打造出逼真的假牙 到了1940年 95%的假牙都是由丙烯酸树枝加上烤色牙制成的 如今就连牙齿的材料 很多时候也已经使用合成树枝来代替烤色牙 假牙的制作越来越精细 戴在嘴里从外观上几乎可以做到一甲乱针 现在我们一旦缺了颗牙 医生都会建议让我们去种牙 因为种牙比过去的假牙实在有太多的好处了 不仅仅自然美观 而且非常坚固 使用的年限也很长 那么种牙的这个技术是怎么诞生的呢 应该说一种金属材料被应用于医学领域之后 才出现了种牙的技术 1952年瑞典的解剖学博士布伦马克 在研究动物体内的血液和骨骼的愈合关系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把钛金属植入到兔子的腿骨当中去之后 这个钛金属材料可以很完美地融合到兔子的骨头里 无法取出 钛具有的良好的骨融合性 使得它在医学领域当中大显身受 我们现在骨折的时候经常需要打钢板 这个所谓的钢板 其实往往都是钛合金来制作的 不仅仅是骨折可以使用到钛金属 就连我们的种植牙都得依托于钛 钛的骨融合性的意外发泄 使得种植牙得以研制成功 它被称为人类继乳牙横牙之后的第三副牙齿 人类探索种植牙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止 20世纪90年代初期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的赵一鸣教授 就开始探讨如何用计算机技术 来解决口腔修复种植的复杂问题 并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自主式种植牙机器人 它可以根据预制口令 精准地进行牙齿种植 整个过程只需要十分钟 在古代 当人们出现取齿疼痛难忍时 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拔除牙齿 而现在我们不只有先进的牙齿替代技术 而且还能依靠更管治疗 尽可能地保留原装牙齿的一部分 通过香牙的方法 让这颗牙齿依旧为我们服务 是科学 让我们牙齿损坏后的补救 在材料技术及舒适度等方面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与革新 但实际上 任何一种修复方式 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所有的修复方式 都是补救 咀嚼能力丧失的最后一道防线 任何假牙都不如原装的好 因此 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做法 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从古至今 人们如何对付各种牙病的 想要不被牙疼折磨 就一定要注意口腔卫生 每天要定时 按照非常准确的动作去刷牙 刷牙这个习惯不是现在才有的 在我们国家宋朝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类似于现在牙刷这样的工具了 只不过当时我们称它为刷牙籽 那个年代虽然没有牙膏 但是人们可以配置牙粉 翻一翻 过去的书籍 我们能够看到在宋代时 不少对于牙粉的记录 苏东坡就非常爱惜自己的牙齿 自己还配置出了牙粉 使用茯苓 松香等重要材 牙粉我们可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牙膏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现代卫生观念进入到我们生活领域当中之后 牙粉就是人们每日刷牙时候必须要使用的 而今天我们想要获得一口好牙 相对于古人而言可能方便更多了 各种各样的牙膏 结牙器 牙线 牙线棒的使用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去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最后 借两句大文学家韩裕的诗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啊 献均齿牙 老且结 大肉硬饼如刀结 痛痛快快地吃喝 再于有一口好牙 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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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